《海贼王》,奎音太耸,小玉再次立功,囚犯们都将成为战力。 《海贼王》第953集中,凯多VS大妈在戏马上演,四皇级别的战斗,就是天地都为止变色。 不过没想到奎音比他的小弟们还要怂,看到此情此景,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逃走。 另外小玉再次立功,可以驯服动物和动物系果实能力者,这种技能在未来大战中至关重要。 另外囚犯们都将成为战力,目前已有3500名囚犯加入,各位黑道大哥也在聚拢能够参战之人。 凯多VS大妈,奎音想逃跑。 四皇级别的战斗,在动画中有过两次,一次是使红发VS白胡子,另一次则是凯多VS大妈。 从战斗来看,两者之间的战力相差无几,两人都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和防御力。 目前战斗还在进行,只不过他们的战斗已经影响到整个鬼岛,就是鬼岛的海和天空都为止改变。 奎音虽然是三灾之一,但是看到如此战斗场景,第一时间就表现出怂的一面,但他好歹也是凯多VS下最强的战力之一,不能表现太明显。 只不过在他的手下面前,奎音想逃跑的动机太过明显,还被调侃,原本还想找借口逃到图景,结果被一通电话给剿灭。 小玉再次发挥作用。 小玉的能力极为特殊,可以说是所有动物或者动物系果实能力者,包括Smile人造果实。 之前斯皮德就被小玉驯服过,只需要让他们吃下自己捏出来的团子,就能让动物系果实能力者听话。 巴巴努斯是给富者,所以一样被小玉驯服。利用这一点,还可以通过电话骗过奎音。 其实小玉已经看到小玉的作用,或许大战到来之时,小玉有可能成为关键人物。 如果艾斯没死,小玉跟随艾斯,成长可能更快。 不过现在有鹿飞,小玉也能很快成长起来。 囚犯们集结 陆飞的行为说服了囚犯们,从原本不相信陆飞,到如今决定是此追随。 目前兔婉监狱有3500名囚犯,这些人队伍决战之日,都是极为重要的战斗力。 虽然陆飞平时不靠谱,但关键时刻却总能发挥出作用。 另外以前的黑道大哥也都出现了,他们认出了兵武郎。 这5位黑道大哥,准备巨龙隐藏在各个地方的人,在决战之日,也会成为战力。 在人数上,倒是不用担心,不过目前更为在意的还是武器。 和之国早就禁止武士佩戴武器,要想拿到武器可不简单。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住,武器其实也已经有解决的路径。 牛鬼丸即使就是和松身边的那只狐狸所变化而来,和松和牛鬼丸也已经见面。 计划虽然有变数,但还算顺利进行住,就等决战之日到来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